海斯勒发现啊 这个我我我现在真是录的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平台就连这个海斯勒讲 埃及都讲不了了 这这不是跟咱也毛关系都没有吗 哎呀反正是越来越那什么了 一看公众号一样是全是白的 发不出去审核过不去 嗯这个喜马拉雅没戏了 正式出版的书 我就是读读书完了顺便呢 那个用口语化的把他这个故事讲出来 哎能活几天十几天吧 完了我也不打算再注册新的号码了 要是给他毙了的话 没意思 那个海斯勒觉得啊这埃及啊 你看那埃及人啊 他在数字上特别的弱 哎不实数 但是呢语言能力相当的棒 哎我发现这个印度人啊 印度人的语言也是相当棒 学语言学的快极了 嗯差不多半年啊他就能够跟你正常的啊 而且讲的很深了都 而且发音都特别准 这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认识这个印度使馆的不少人啊 嗯有一个那个五官 他没事儿拉着我吃饭 哎我就发现了 一开始的时候必须用英语交流啊 后来就是他能中文跟你聊天了 到了离开了以后啊 他们一般四年一任期嘛 我就想还跟我这视频呢 哎呦那个喜欢中国 不过有一个就是他老婆啊 一直特别浓密的头发 一到北京 大概北京这个水不行 大巴大巴的掉头发 那我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啊 他那个辫子又这么粗 可漂亮了 他女儿应该算是 他爸可能那个等于是 哎这女孩的 这女女人的爸爸是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 还是什么反正官不小 哎哎 总之吧就是语言能力极强 而且转发音都特别准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非洲朋友 就是他那个能够发出这个一般那种 比如说外国人啊 欧洲的啊 或者什么意大利的那种啊 他们很多音是发不出来的 哎但是呢这个非洲朋友 还有就是这个印度 哇准 接着我们再说啊 就是海斯勒觉得呢 这也不完全是说殖民的原因啊 真的他觉得就是埃及人啊 跟这个性格有关 就是特别主动 哎哎交集 动不动就跟你打招呼啊什么的 聊天啊什么的啊 就这种 所以呢天生估计就 能学语言 海斯勒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跟人家一比就不行 你看他像那个他认识的那个马努啊 就在那解放广场上认识的 几乎没受过任何的正式的课程去教你英语 但是全都能说一口的流利英语 这个他在中国一看啊就比较罕见了 中国人啊 我爱学外语 哎就觉得好像费劲的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啊 呃海斯勒也觉得就是跟这个教教学的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 就是我们教啊老师这种死记硬背 完了让你反复练习 呃照着画照着背啊什么的 这种你学语言就不行 你必须是融入到一个情景当中啊 呃你才能够记得住这种 叫叫呃这种语言 或者说呢你本能的会反映出来哦 这种我应该比如他上去说什么 我下一句是应该这么跟的 这个吧 跟什么很多语法啊 就那时候我记得啊 教我们的时候 哎呦还要教各种的那个词组 习惯用语什么的 哎呀就是不让你听 老是看书死经背 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生几乎都不会张口说话 我记得啊 其实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学经语 完了呢 因为你能够从看当时为了其实为了什么呀 就是歌词 进了好多这个西方的那个刚刚改革开放嘛 有好多的那个歌啊 就着急啊 他唱的什么呀这么好听 哎就想听懂 他这不是有的那个原原版的那个带子啊 他后边都有一个小小纸啊 叠的好几层 完了呢那个能看见这里边的歌词 那你就想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都没翻译过来嘛 后来我都有的好听的歌啊 我妈真着急我妈那时候啊有一个老战友的孩子哎那个就是外国语学院的就把他过来以后就把他那个带子啊拿给他听 我说你去帮我听一听这歌词 我太想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了 后来呢他说我也只能听个大概 因为很多啊他这个 你不在这个语言环境啊 像他们学的时候也是比较费劲 你看外国语学已经那时候就不得了了水平 他说这个因为他要连音 还有一些要吞掉这个音 你要是没习惯听这个英语歌的啊 你真的就有些地方就听不懂 但是他也尽量的真的特认真 给我写了好几篇那个课文 嗯 这挺逗的 大概那时候啊 他妈妈估计就是想让他跟我 我不是姐妹俩啊 他妈妈跟我妈妈是好几妹 估计想凑对 我们那时候小啊 哪懂这个啊是不是 完了呢反正就是 我那时候就学语言 就是那么好说 根本就听不懂 就当时去香格里拉工作的时候啊 第一天 那老板啊一句中文不说 他故意的 我跟你说 吓了我们呀 真的我一天都没怎么吃饭 我觉得这工作肯定丢了 第二天能听懂一两个词了 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啊 你周围全都是说这种语言的 一下子你以前学的那些东西 一个一个各个开始了 完了呢 你通过跟老外交流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你比如说你表达错了 他其实听懂了 因为只要你把这单词蹦出来 蹦出来以后呢 他会特别耐心的把这个语言 重新给你架构一下 给你重复一遍 而且讲的特别慢 哎这一下你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么讲 反正那个环境吧 就对我来说就是进步太大了 再后来啊 其实我觉得我学的语言后来突飞猛进 就是看磁带 各种录像磁带 那时候还跑到建国饭店 那时候必须有那个外国护照 你才能够借到那个录像带 你知道吗 有那国外的故事片什么的 完了呢 我就找了一本那个外国护照 完了就跑那去借去 哎呀 回来以后就看啊 这就废情忘食 好多的好片子啊 那时候叫什么来着 哎各种三级片都有 那里边 真的有挺好的不错的 非常经典的 完了呀 我想想啊 学语言 再就后来不是就是各种 真的你就是听啊听啊听啊 就慢慢的就会了 不要那么死气白咧的 我要被动试吧 什么主动试吧 进行试吧 哎呀 我现在想想啊 那时候有 我最怕的是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情态 咱们起那中文叫什么来着 就是有一种语态 表达方式 比如I would like 什么什么 还有if什么什么 我那时候最怕的 不知道这个怎么 什么时候又说这个 怎么弄 哎呀 那时候考试啊 或者学习的时候 一会儿就觉得这个好难好难 其实你要是真的在那个情景中的时候 你就能知道了 哎 我什么时候想说if 就是如果怎么怎么样 哎 I would like 我想怎么怎么样 我想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种东西不用像你那个弄的那个啊 我真的到现在我还没掌握 只不过就是在交流当中 哎你突然发现我可以这么交流了 我我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说 人家也听懂了 就够了 慢慢的在在那个往上伸进 当然写作是肯定不行啊 写作是肯定不行啊 写作是肯定不行 海斯勒呀 就在这个课堂上呢提到过这些问题 当时那老师阿米就说啊 说我们这个埃及人啊 数学不好的现象啊 同时也其实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政治问题 嗯 没有 嗯 米扎 米扎 就是这个海斯勒呀 一直都找不着一个特别的能够恰当的英语 或者是中文来解释这个埃及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可以随着情况而变化 这个词 嗯 有点像什么政权 也有点像体系 反正啊 你就是 看你在什么情景下说 你比如说吧 在解放广场 那些示威的人呢 就用这个 米扎 来形容 政权 哎 这个比如说 人民要推翻政权啊 当时是从图尼斯喊出来的嘛 就是用的这个米扎 而这个别的地方啊 埃及人啊 什么的 他们也用 比如批评一下什么社会的这个形式啊 或者时事啊什么的啊 也经常会用到这个词儿 而这个时候呢 就不叫政权了 而是觉得就是一个体系呀 或者说一个社会呀 就这种东西 这个阿民说啊 这个他们这埃及呀 就教育啊 连个系统都没有 全都是崩溃 混乱 你就看那学校什么样 那课本 什么糟糟成什么样啊 另外呢 就是教师都缺乏训练 所以大多数人啊 呃 根本没有学好如何去逻辑思考 所以数学肯定也不好 呃 逻辑思考啊 还真的是这个比较抵触这个死经被 我们这个慢慢现在开始好像也在改革了啊 因为这个每个人啊 不过我觉得啊 呃 还得在于人 你比如说我们也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呀 啊 周围的现在很多很优秀的人 他们也是在这个体系中长大的呀 但是呢 他们后来靠自己的自觉 靠自己的这个 看书啊 或者是自己去领悟啊 这个东西也 我认为也有天生的东西 哎 就比如说这个阿敏 他就属于天生就反派 就跟这个穆斯林就不搭搭 根据这个阿敏的这个看法呢 就是觉得呀 根源哎 比那个什么说什么这个殖民主义啊 完全不搭搭 要比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兜得多 他认为啊 你在看这个埃及人平时是怎么生活啊 你就知道了 埃及人 简直就是没有任何的秩序可言 每个人都属于 常常的都是赖床不起的 哎 吃饭 想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 没有一个固定时间 而且社交生活啊 往往是一玩就玩到半夜去 没有约束 没有自我的约束 也没有秩序感 这种天性中的没有自我约束啊 那肯定是不可能对数学啊 科学啊 什么感兴趣的 哎 他没有那种自律 他就 也不愿意牺牲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说到这个守时啊 这个埃及人啊 哎呀 那个不守时啊 那才是 海斯勒是没见过别的 好多地儿 真的 不守时 这埃及也是属于典型的 海斯勒呢 就这课本啊 已经跟他们说了 你必须得先学 听懂别人是怎么跟你讲 他要迟到的 比如说 我会晚一点的 我早到了 我能约晚一点点吗 今天早透了 你会准时到 还是会迟到呢 我没办法准时迟到 哎 我们可不可以 改一个时间再约啊 就是各种的啊 来晚了 这个呀 海斯勒就觉得啊 他想跟中国比比 他觉得中国人 真的就特别好 非常的规矩 比如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哎 大家都很严格的 按照这个秩序来来做 约了时间啊 几乎就没人会迟到的 哎 这这大概是因为跟他约 我跟你说 中国人也经常的 中国人也经常的 哎呀 那一让你等起来 也是 不过啊 一般比如说在体制内的 或者是跟这个企业啊 慢慢的打交道的 尤其像我们这种啊 经常跟老外的 那真不敢 你比如说 你跟使馆的人约 几点几点 晚五分钟 你就怕死掉 为什么呀 人家下一个了 就教会你 怎么能够守时间 所以一般都是提前点到啊 省得让人觉得你这个人 不够不守 不守规矩 其实也是互相尊重啊 因为人家的时间也是时间 等到这个海斯勒开始 不是学埃及语了以后啊 他呀突然发现 哎 我把这两个国家啊 这民风和习俗这么一对比啊 还真的挺好玩的 比如说他就特意 专门又重读了一遍 那个教科书 就是那个教中文的 用中文谈中国 这里边啊 就是什么像这种 官方机构啊 组织机构这些词啊 出来的次数之多 不是让他惊讶吗 另外呢 就是比如说 一开始那个几个那个 课里边 包括什么介绍 什么这个联合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什么委会主席 什么妇女协会 什么什么的啊 这些都有 但是在埃及 埃及内教科书里 你绝对找不着 这种大词的地方 全都是跟你生活中有关的 也有课文啊 会稍微的提到 比如像穆巴拉克呀 这种的领导人的时候 但是绝对不会 像教你什么议会呀 国会大厦呀 这都还不会教你呢 而且啊 你能发现啊 就是埃及的那个教科书里啊 他比如说 形容一些社会啊 或者政府的时候 他那词 他也敢用那个负面的词 你比如说 对话中啊 就有的人物 就经常会提到一个叫 威斯塔 威斯塔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词 有点像咱们的走后门啊 群带关系啊 什么的啊 这个 中文里边啊 这种关系 还真的有点跟埃及那个 能类似 你看啊 这老外你比如说啊 咱们一问 你有关系吗 老外听不懂啊 什么意思 relationship related 什么呀 我们之间怎么了 关系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啊 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 真正的意思 他那个拿那个英文 你也估计也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词来代替的 你直面翻啊 要关系的 他还真的没法理解 你看在埃及啊 他这个关系也是可以培养 可以学习的 可以操弄的 反正就是充分的发挥你这个社会体系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你发现这关系呢可以是很腐败的 但是呢有时候又是很弹性的 只要是你呢使用的这个方法正当或者是你有常识性 人人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关系圈 你看埃及啊他那个呢就是怎么说呢有点这个叫什么 也就跟那个人际关系差不多 但是他分阶层 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像散一的那样的啊他虽然辛辛苦苦工作 那接触的各种层次的人啊他那人际关系那多了去了吧 这些并不是他的关系 懂了吗 这个不是他的威斯塔 也不是我们中国说的那种关系 他只是相识而已 你按说散一的他就是可以保住自己的那个垃圾路线啊垃圾范围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都我承包的啊 他的生活确实过得真的比一般人要好得多 你要看见他盖那小楼家里的那些家具什么的啊 你都不想不到他是捡垃圾的 但是但是他不会有一条通往功成名秀的一个道理 而真正的关系是要提供给你一些重要的事物的 比如说找工作了给你安全感了 保护你了或者是能让你的孩子读更好的学校了 总之吧就是这些关系那可跟散一的毫不相干了 再讲一会儿 情绪一下哗一下就下来了 这激素这个玩意儿 人的身体啊真的太奇妙了 算了 真讲不下去 好 明天再说 我们的情绪 不得也有一种 可能真的好 说可以